大家好,我是沈振軒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五樣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 第一樣 是他 不是Hot Toy,是Heath Ledger 其實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他影響了我入行去做演員 大家才會在現在看到這麼多關於我演戲的作品 直到有一年我在香港 自己不知為何不打不撞看了這套Dark Knight 就看了他的電影 看了他們這一套的東西 我就覺得突然間 是令到我覺得原來一些好人打壞人的電影 裡面那麼有訊息 以及他的演繹大家都不用說了 是真是入了血 令到我覺得演戲為甚麼好玩呢? 其實演戲令到我 為甚麼由Super Hero影響我 就是覺得原來演戲可以是 一些不完全抽離 完全不現實的東西 如果你演到可以令到一個 好像我這些那麼堅持的人 本身是很討厭 變成很喜歡 其實演戲的威力就是這件事 很影響到人的 第二樣就是他 他是誰呢? 就是Rain 很想去學一件事 亦都在一個機緣巧合裡面 就認識了一個跳舞老師 當時剛回來的那段日子 就是Rain Its Raining 最熱的時候 亦都實在十分之有型 以及他的經典的這一刻 即是這一刻 每一個星期都要排舞 在課堂上排舞的時候 因為我是後學的 所以對我來說是挺吃力的 我記得有一次 這個是我很記得的 就是當我叫一下 很累啊 我突然會被人罵 被我老師罵 接著就說 只是你一個累嗎 其實全班 我們二十幾個在課堂上 都累的 你知不知道你講一句很累 其實我們只差30秒 就跳完那隻舞 但就是因為你這樣說累 突然整個士氣又低小 因為大家都可以放鬆 突然累 這個心態就是告訴我 就是有些事情要堅持 但是千萬不要去中途放棄 Paco在我出第一隻的大碟 在一個活動中 他送給我的一支吉他 令到我可以有唱歌的夢想 繼續去做到 很想要從這裡拿出來 就是它 它是什麼來的呢 大家看到了 就是一個 driving license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本身 就是一個路癡來的 我從小到大 是可以誇張到 譬如我進去一個建築 即譬如探病 我是可以進去 因為進去之後 我個人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我做了一件事 我就很投入 譬如進去之後探病 我就跟朋友可以聊半個小時 所以很投入 一出門後 我就忘記了我怎樣來 我都忘記了轉左還是轉右 怎樣走 我是誇張到這樣的一個路癡 就是一輛車的技術 我是不差 是只是只是應路 因為到今時今日 我都很需要這個GPS幫助我 我家裡就是有三兄弟 加我爹媽媽 一個很簡單的家庭 香港就是因為有他們的支持 什麼為之他們的支持 至少我有個哥哥 有個弟弟 即是我哥哥和我弟弟 就跟我說 OK 你去吧 加拿大爸爸媽媽 這幾年就等我們照顧爸爸媽媽 其實已經很好了 起碼我當時 我想在我回來香港 做電視台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不是一個秘密 都知道我們薪金低 不要說給家庭家庭 連自己都還未能做到 幸好這麼多年來 我哥哥和我弟弟 幫我照顧爸爸媽媽 就可以給我任性 去追我自己的母 起碼我沒有一個家庭的負擔 就是我要拿錢回家 來養家 如果有這個負擔 我根本不可能 做到今時今日的我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我 就是我這個事業上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如果沒有他們 是沒有我做到現在 亦都沒有大家 見到我的作品 所以 家人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我五樣 對我生命裏面很重要的東西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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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